好,最後一招囉 最後一招囉 最後一招囉 沒有在這裡要急 今天都要急 好 就這麼簡單,跪著 你回去齁 跪著,如果你是 有需要跪著上歌 聽歌或幹嘛的時候,你就跪著 然後啊,就這樣平行齁 然後就這樣坐著 然後手就放這兒 往後 好,好,好 好,好,好,好 你也到邊住家 腰要往前還是往後 往前啦 對,所以我側面給你們看 我按次數如果要跪著 可以,你這樣跪著,你看 這樣坐也是要做調整 就這樣靜坐 靜態的調整,就這樣 所以你看日本人為什麼差不多用跪的 他的脊椎就是 停起來 停起來 腹部要往前就對了 腹部,往前 你這樣就沒有效了,你想彎要躲遍 今天整個裡面的結構是破壞掉 應該是這樣,然後上面是 停起來這樣,這樣 這挺胸嘛 腰椎是往前彎的 就這樣挺,譬如說上課 假設我們聽課,或是你有需要這樣做 或是一天就這樣做 做個大概五到十個都就可以了 這樣也是在調整 都可以看你們用什麼 這樣也是在調整 但是有人會說跪不住,沒關係 就拿這個東西來 軟電 眼睛要閉起來 看電視也可以啊 電這裡也可以 或是有的人最不舒服的是 四張是這裡 這我就叫電 所以你電這邊 超舒服 這個你待會兒 撞太久會不會有 不會不會 你等一下撞太久會不會有 再來如果還是不行 你就再來電這裡 很舒服 那你如果真的不行 那三個地方全部都電 沒有 沒有 就是腰 不用刻意啦 最主要是腰喔 腰往前 你看到背部身上腰是往前 對對對 你身體性彎曲度 還用這樣伸下去 我沒有講太多名詞 反正動作就是這樣子 這邊解釋當然可以解釋很多 但你這樣做 我們最後還是講 所謂的 回答大概的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還要工作 那你還要工作 像我以前治療的患者 他來 很奇怪 每次把他調好 他來的話又是彎的 後來我就問他 他聽到你的正財 說我的正頭罪也 還有一個女生 每次來就這樣 不奇怪 你工作到底是什麼 我在講文美 你說這樣不要工作嗎 不可能 所以是這樣 所以 下次 你們有出去 那個公益 公益的 廢廣 廢廣 對 你們回去就可以教他們 我今天教他們這些動作 如果脊椎有問題的 或腰痠被痛的 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以前 比較常會腰痠被痛 或是老師嘛 站啊幹嘛 我是從學這個以後 我就真的 比較傻 請人家幫我按肩膀 因為我的 調整我們正了以後 我們就不會有 單邊或什麼的 緊繃 我們在核心的位置的時候 就很舒服 你現在走路應該感覺很舒服 我現在站的就很舒服 我跟妳講 她講站 我去金門 有一個女生 小女生也是站旁邊 她自己 我現在就快 像這樣快結束 她說 她從來沒有這樣站直 這樣15分鐘過 你看你會站十五分鐘嗎 她說以前沒辦法 她就是一定要這樣 因為我其實 拿那個人當model 阿爸跳什麼 她就站那邊站15分鐘 都沒有動 而且很平衡 像你現在站不住 就是代表你的脊椎 你的身體結構 如果實際上是不正確的 所以你會有偏寫 或是站站不住 像我當老師 我可以站9小時 真的站9小時 而且穩定的站9小時 這樣可以嗎 最後我講的是 我剛才講的像有爬山 你去想像一件事情 這裡有等台階 那你要抬 等下你爬樓梯 你就知道 你在抬的時候 你看喔 我如果這樣抬上來的人 你是用小腿 因為小腿沒有放鬆 你看 如果這樣抬起來的人 小腿是放鬆的 就是用大腿 如果這樣呢 是小腿 我給你看看 你看我小腿出來 像這個爬 如果你用大腿上來 這是軟的 當然你踩上去 當然要出力 但是你抬起來 你用什麼抬 大腿 或是小腿 你看那是小腿 小腿要抬 說比較誇張 那是小腿 他這樣是大腿 要用大腿小腿 大腿 你等一下你爬爬看 真的可以爬一雲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 時間會超好 你看 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